今天修这个电路真是见鬼了 坦白说电闸都有电 就是电器开不了 所以我的第一反应应该是电压低 就是电压不正常 用万一表测量灵活之间的电压 电压还可以 电压还可以 为什么电用不了呢 再用前表掐每一项的电流 电流很小 没用电 坦白说现在都不敢用电 因为用电连电扇都转不起来 灯还闪 空调也开不了 再用电比测量对地的电压 这一项还行 有点低 这一项也还行 这一项火线对地 电压稍低一些 再测零线 零线不带电 电压可以啊 前面来的师傅也都说电压可以 但是他就是带不起电器 那就去开一下电器 看看什么情况 可是来到房间一看 电器都正常了 现在都正常了吗 不不不 他不重要 一天没有电 我们把孩子都 您看这空调也能开了 这灯也有电了 这是不是就正常了呢 他就是一开始 他就是不正常 他自己停 他一旦醒下电 自己就好了 就是一直带不起来 带不起来 但现在就是 我们一上 我们没开电 刚才你来 才知道 好了 昨天是不是 签那天也是这样 这里没问题 去外面电表那里看一下 那就去后面的电表那里看一下 看能不能发现异常 这里就是他们的电表 在总达这个位置测量电压 都不太正常 电压又高又低 电压高的230 低的200 不过还是有幸发现 用电比测量零线 零线居然带电16V 这就是不正常 这是有漏电吗 还是有什么情况呢 他们家露电呀 露电呀 这个去他们家查吧 嗯 去他们家查吧 这个说这间有探牙了 这又从这儿进去了呗 对 主电来进了配电箱 进了这个肿杂 看一下他的主电来 从下边上来的 这根还是用前表 掐整根的电缆线 14A的电流 应该是0A 14A 那这个电流有点大 现在是开空调了 所以掐每一项的电流 它都有一个大电流 十几A 这项火线17A的电流 那么它的零线呢 掐下它的零线 5A 这个不正常 零线正常的电流 应该和火线是一样的 很明显 它这一路是有问题的 火线18A 零线应该也是18A 结果零线5A楼上 对这一路有问题 这一路 你们上面是不是接错线了 二楼总开二楼 还有总配电箱吗 有一个小的 有一个小的 我不懂 我们从来没有 我们都是机械的 您不懂没事 您不懂没事 这是火线 嗯 199A最低 今天上午 来了两个 他说 跟电闸没有关系 说里面的线有问题 您听我说 嗯 上面的 二楼 二楼一路一路房间 哎呀怎么又小了一会儿 你删了变成 二楼 你一路一路房间去拉 拉闸 你拉到哪一路没了 我叫你 什么叫拉闸 就是房间不是刚才 在每一路 在那里 每一个房间的都有个总闸吗 我去 你拉一路一路 拉到哪一路没了 然后喊一声 他都开着的现在 我知道都开着空调不是 没有就两个房间开 就两个房间开空调 嗯 你不用给我删 没事 现在有个10安的路电电流 就是这个电流 他过去18安 回来只有5安 也就是十几元上哪去了 跑走了 跑了 就是电线坏了 嗯 路电 就是路电 我就这个意思嘛 嗯嗯嗯 是吧 嗯 现在13安了 啊 拉一路 再拉一路 再拉一路 好 哎哎 好好好 找到了 确定吗 哎 拉了一路零线怎么变 变高了 接混了 你们是 拉了一路零线变高了 让你把其他几个房间都拉了 啊 其他几个房间都拉了是吧 啊 应该是都开着的 房间 嗯 你说关闸是吧 嗯 看一下 哎 高起来了 哎呀 这可烦人了 那种 山 零下都没有电流 跑了 上去吧 上去吧 总零线在这 总零线在这 都没有 总零线都没有 总零线都没有电流 您说他这个电流往哪跑了 火线有电流 而主线上 居然有个10安的路电电流 所以这个问题出现在二楼 断开二楼的总扎会怎么样呢 现在再去测量电压 看一下 灵火之间的电压 差不多250 这一项灵火之间 你看电压多低 很小 这就不正常 用电笔测主零线 70多幅 为什么拉了这一路 主零线都呆呆 也就是基本上 所有的电都背着这个走 啊不是 我瞬间懵了 这是什么现象呢 就是说这一个一送上一户 送上一户 你听我说 这个火线有电流 零线回来都没电流 那么你也因为哪个地方有问题 零线跑了 就是他这一路用的零线是人家的零线 不是他这一路 或者这一路零线对地是露电的 那么这是一个电线送过来的 他都不能出现别的 你不知道 他有可能是往地下跑的 往地下跑他都不知道 现在是正常的 所以说现在吧 就去找这个零线外边 从哪儿断了 他以前出现过这种现象吗 没有啊 那就找这个零线为啥断了 在哪个地方断的 现在去走 赶紧去走 走走 外边去走 再次来到外边这个电表箱 测量 零线排 带电70多伏 也就是说这个零线 在这个地方都断开了 还得去上一级 上一级总扎看一下 这是上一级的总扎 零线在这个位置没问题 也就是说 往配电箱走的 这个地下的零线是断开的 所以准备给他拉一路零线过来 给他接上 那现在再找二楼的电路漏电 看问题出现在哪 二楼每个房间都有配电箱 你看 进线是四个的 那头是十个的 上面肯定有街头 街头在哪呢 找到每个房间的街头 那么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 在吊顶里边好像有线 得上去看一下 找了个梯的 看 有街头 这就是主线 有接了分线 这是进来的主火线测量有电流 而零线在测量 还是没有电流 我得找一下这个零线 有电流的是往哪走了 一路一路掐 往这个方向火线没电流 零线有电流 电流是往那走的 最后找到了这个头 这个黄线就是零线 用前表掐 11安的电流 接触这个蓝线也是11安的电流 那就找这个蓝线去哪了 这是进了另一个房间呀 进这个房间的火线没有电流 它零线有电流 我就认为这个零线 这边是有问题的 这路线进了一个小厨房 有插座 这个线是热的 这线是热的 您把这个插头拔了 把这个插头拔了 我上边再去测测 有没有电流 你拔了它 好 拔了 我再去测一下 烫熟这个 没了 电流没了 看一下这个插座线出现了什么问题 问题在这 看到了 这线都泡皮了 零线和地线都露同丝了 都糊了 也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零线和地线发生了短路 导致零线的电流 对地放电 现在再回到主配电箱 再测一下 主线 电流为零 确实是不漏电了 漏电的线像没了 但是这个时候一测零线 零线是带电的 带200多伏 这样就可以确定它的主零线是断的 200多伏 这不正常 你看 这电压 这就是断零线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赶紧拉掉 因为这样用电会烧电器的 外边进线主零线 重新拉了一个新线 核杂送电 现在这测量都正常了 零线就不带电了 这电压正常了 这电压也正常了 哎呀 这电压也正常了 你知道 这一项 这一项一用电多 它有点低 电压有点低 用电少了 它就上来了 这个是硬伤 零线如果给你们换电缆的话 那就会更好了 我们就中常了都 对 中常有电 好好好 哎呀 太好了 太好了 哎呀 辛苦了 不用客气 师傅 前面这个案例 是不是有很多师傅 没看明白 我简单画了一个图 画得不好 这就是楼下的那个总闸 然后那个配电箱里的分闸 这是往二楼走的总空开 二楼有空调 有灯 一个房间 一个房间 但是现场的故障现象是 我没去之前 他们说这空调都开不了 灯也开不了 两个还都有电 我去了之后发现 那个 门开起来了 但是我用前表一掐 火线的电流 十减 而零线的电流就不正常 它没有十减 应该还是 应该是零火线之间的电流 是一样的 就这个十减 这个也就是十减 就是用这种前表一掐 这种电路 咱们怎么理解啊 可以把火线 电流 比喻成水流 就是当电器用电的时候 它是像水流一样的 流入电器 然后再通过零线 回去 形成回路 它的主零线是断开的 开始我没发现 如果主零线断开 你用电比测主零线 它是就相当于一个火线 它有220的电 它就相当于一个火线 但是视频中用电比一测 它反而不带电 带个十几伏 是因为这个零线 在这个地方是接地的 这是后来发现的 那个插牌的零线和地线 这一块是接地的 和地线碰在了一起 这样即使它断了 这个火线 也通过电器以后 与地形成回路 所以说它的空调的后来 我发现能开起来 灯液正常量 但是零线的电流 和火线的电流 不正常 就是在这个地方 测的不正常 后来还有一种现象 就是关了这些电器以后 火线的电流变小了 而零线的电流变大了 是怎么回事呢 是因为其他回路的这些电路 这些电器一运行 也是往零线走 而零线也是 顺着这个零线 直接进入大地形成回路 所以说这个火线的电流 通过电器进入零线 往地下走 零线也是通过这个零线 往地下走 所以说在这些地方测的 都没有电流回去 它回不去 它断了 所以说后来 从旁边一个配电箱 一个好的零线牌上 拉出了一个主零线 给它接上 把这一块断开 这就正常了 但是它这个主线的电压 有的还是低 一开电器 它就变成了100多伏 就导致电器自动关机 保护 开不了 就是因为它这个电压 主线我怀疑在地下 或许还有问题 好了 先给大家分析到这里吧 我分析的也不好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 感谢您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